日本終於再見面系列 等足三年 終於再次來到日本旅行 多達中國武漢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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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日本歷史 稍有認識的朋友 我想你們都知道 先有黑船事件 光戶莫苦打開門戶 繼而有明治為身 日本正式踏上 國際舞台走向現代化 如果不是這個時代 我想今天大家來日本旅行 都見不到一個這麼先進的國家 今天就來到明治邨博物館 這個主題公園 就是將明治時代的建築物 一一重現在大家的眼前 現在馬上去遊覽 去片之前麻煩大家幫我 訂閱和分享出去 這座就是明治連根的小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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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座就是明治的小盒 這座就是明治的小盒 這座是1964年 這座介紹了 有學校以前 江戶士的人 就經過這些指指屋去學習 前面這座是本身位於東京都的學習院長官社 應該就是校長的意思 所以聽見都不歸位了 這座就是西鄉王城細佬西鄉床部的住宅 屋頂是用了銅板建設的 銅板就是抗地震的功能 這座是用法式設計的 這座是西鄉外和夏木秀石的式的廚所 現在進去參觀一下 當時夏木秀石用銅板的衣碗具 這座就是兩位大文豪的書房 終於變成了兩位大文豪的超長 這座就是由德國設計師設計王居義重橋的燈塔之一 接著就來到鐵道局新橋工場 前面展示的這座叫做預料車 預料車其實就是天王和其間人專用的車廂 車內的華裝修大概是這樣的 這座叫做預料車 明治十八年興建的東山尼郡役所 顧名思義 見證了地方自治郡的官署 本來記錄了明治時代偉人的時跡 你看到複雜魚筋 亦都記錄了當時請回來的一些外國人才 現在進去看看明治時代的茶寮 和喝酒的地方 這個就是藏人 藏人即是做酒的人 休息的地方 這個就是第四高等學校武術道場 新少少大正年代建成的 這裏就是昔日 游道和劍道的比賽場地 場地上也有各大高個比賽的紀錄 包括是誰做評判 以及誰贏了 這個就是鐵道遼新橋工場機械館 永知時代日本政府很積極地 令到國家走向現代化 更加仿效歐美等等的國家的技術 所以就由這個技術國 機器館 明治時代都開始 重視資訊流通 所以有一系列當時的活版印刷機 亦都有爽織機器 當時郵差的制服 這個是明治五年正式使用的油箱 這個就是明治三十四年用的油桶 再下一款已經是超和的二十六年了 然後來到金澤監獄的正門 你看到這兩個塔塔 其實就是一個監視塔 然後來到金澤監獄中央看守所辦的監獄 所以就很開心 很開心 你應該是不喜歡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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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模擬由當年的名古屋站到品川的情景 這裏是明治時台公津裁判所 接著到大正連頓的大義國酒店 當時非常重視對外的文化交往 所以做了這個酒店出來就去招待外奔 這裏就是正門Nobby 這裏應該是當時最高級招待外奔的酒店 這裏應該是當時最高級招待外奔的酒店 如果客人有重要的物品可以暫存在這裏 明治31年興建的紮房電話交換局 我們看看以前的通訊是怎樣的 這裏就是以前的電話簿 這個是隨身的 可以放在一袋裡 這裏就是大的電話簿 接著來到西原子宮網別墅 正子家的別墅 我們又看看怎樣 還有一樣東西 這個主題公園非常有心思 你見到的日期是寫著 明治156年 但當然現在的年號是令和的 其實它是表達著 如果現在仍在明治時代 那會是多少年 大致走完整個園區了 的確保留了很多明治時代的建築物 歷史上是相當之有價值的 但原來走得不算很輕鬆 都要花點體力 而且園區非常之大 如果你要逐個建築物 逐一世未的話 可能就要花一整天的時間 看看自己怎樣走得上 好了 下條片再和大家分享 其他世界各地的旅遊資訊 我會怎麼聽到的 我會怎麼看 你很滿意 謝謝你 我會有收到的 我們不要再說 你不是不用再想 自己一位 我會有錢 你不是不用再說 你不是不用再說 我會有錢 你不是不用再說